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我嫉妒小明强壮过我 嫉妒David他的运动细胞好过我 嫉妒Albert的智商高过我 一点点 可是这些是让我向上爬的动力吗 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嫉妒是一种很危险的情绪 人类因为嫉妒可以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 在《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了该隐和亚伯的事 该隐就是因为嫉妒弟弟亚伯 因为上帝喜悦亚伯的贡物 不喜悦他自己的贡物 该隐就嫉妒自己的亲生弟弟 然后将他杀死了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儿子成为了杀人犯 是因为嫉妒 《创世纪》也都记载了有十兄弟 他们因为嫉妒自己的弟弟约瑟 得到爸爸的宠爱 他们就将他卖掉成为奴隶 你看人类因为嫉妒 可以做出很多恐怖可怕的事情 《真言》十四章三十节 嫉妒是古中的囚烂 就好像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一块腐烂了的肉 要是你不尽快处理它 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带来越大的破坏 甚至蔓延至全身 所以嫉妒呢 是一定要处理的 从小到大 我家隔壁的华仔 就比我聪明 长得比我帅 考试成绩又比我好 我拿第二 他就拿第一 现在我读博士写论文 他又读博士写论文 他的论文就拿研究大奖 我就拿安慰奖 我一生的努力都白费了 其实你的情况 就好像旧约的扫罗王 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他拥有权力 地位 金钱 但是有一次他打完仗回来的时候 他听到那些人们唱 扫罗王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他听到之后就觉得很生气 原来那些人们称赞大卫 说大卫很厉害 甚至好像比扫罗王更厉害 于是扫罗王就记录大卫 从那天开始 他就没办法再享受他自己的成就 他没办法再感恩 他就觉得他需要除去那个大卫 他觉得那个大卫是眼中钉 从那天开始 扫罗就没办法去欣赏自己 嫉妒令我们失去了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和感恩 反而将我们的眼光 只是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与别人的比较 其实这是很愚蠢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的嫉妒 和比较的问题 都是上帝一手造成的 要是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 都长得像我这么帅 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对不对啊 你试想一下 如果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种颜色 那么这个世界不就很没趣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变成别人的样子 或者拥有别人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自卑 我们不接受上帝对我们的创造 诗篇139篇 大卫曾经这么说过 他说我受造奇妙可畏 我们每个人都被上帝创造 都是奇妙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特别的 最宝贵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变成别人 我们只是需要做回我们自己 欣赏我们自己 接受上帝对我们的创造 圣经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一个基督徒的属灵伟人 一定有一个特质的 就是他要把自己看成像弟弟你一般 完全没有价值 什么都比不上他们 只有这样的心境才会达到基督徒的最高境界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其实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学习谦卑 学习欣赏 但并不是自卑 有一位牧师说得很好 他说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 可是自卑却是看自己比别人差 谦卑的焦点是在别人的身上去欣赏别人 但是自卑的焦点是在自己身上的 他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耶稣基督是上帝 但是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上帝 他有上帝的地位 所以他没有自卑的 但是耶稣愿意谦卑地去服侍人 圣经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要学习耶稣的榜样 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其实每一年我最怕过的节日就是新年 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些亲戚朋友就会拿我的三姑的儿子做比较 和六婆的女儿做比较 又说他们赚钱比我多 房子大过我的 汽车漂亮过我的 连养的狗也比我的大 你说我做人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嫉妒比较 是因为我们太过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我们没有留意到上帝对我们人生美好的计划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 上帝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已经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有一位步道家 利克 他一出生的时候是没手没脚 只有一只很小的小脚板而已 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好像没有希望了 利克也曾经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后来他接受了上帝对他的创造 他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 最后就成为了影响世界的步道家 他祝福了很多人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的生命本身就成为了别人的祝福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 最重要的并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 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们 我们有没有完成上帝对我们人生的美好计划 在这个狗眼看人地 视力眼 白鸽眼都充满着的社会 你怎么可能没有比较 不会嫉妒呢 其实要胜过嫉妒和比较 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有一位牧师说得很好 他说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能够花时间 找十样东西来感谢上帝 感恩上帝为他所做的事情 这个人就会开心很多 要是我们有感恩的心 我们就不会常常与别人比较 一个人有感恩的心 就会活得更开心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上帝要我们看自己是合乎中道 我们的价值不在于与别人比较 不在于别人的评价 因为我们的价值 早已经在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已经确实了 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宝贵 都是独特的 愿圣灵今天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活出一个开心 肯定自己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